明天就是8月8号父亲节 在父亲节前夕市指区公所 办理了一场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各里里长和多位民意代表等贵宾都到现场 为爸爸们献上奖牌与祝福 各里模范父亲也都轮流受奖合照 场面温馨感人 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父亲节西指公所 特别在5号周六早上举办了一场 模范父亲的表扬大会 除了各里里长们带着里内的模范父亲代表受奖外 议员们也在颁奖现场对伟大的爸爸们表达敬意 现场50位父亲充满了朝气 他们一生以来都非常的辛苦 把家庭照顾得非常的好 所以今天由各里提出来的模范父亲 真是名福其实 众望所归 为了执迷跟默默 幸福在工作 但是爸爸都没有工作 他会辛苦就对了 那我想今天我们感谢我们这个 恭喜各位伟大的爸爸 今天收到大家的肯定 颁奖典礼中大多获奖者都是全家总动员 一起与伟大的一家之主 其身感受这可贵的一刻 因为当好爸爸很辛苦 要当选模范父亲更不容易 气质区长也为在场的所有模范父亲们 表示大家辛苦了 这是说我们做父亲一个责任 我们培议了这个自己的后代 让我们的后代能够成长 在社会上 对社会上有一个交代 这是我们父亲应该做的责任 年纪最长的有91岁 最年轻的有59岁 那我相信不论任何人 只要是你是爸爸 通通是一个最优秀的爸爸们 只是说因为名额有限 所以一个礼提名一个人 所以我相信每个礼里面 都有非常优秀的爸爸 这些爸爸们我在这边 要祝福你们 永远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希望所有的子女们 不要忘了后天就是爸爸节 记得要带爸爸们去吃个饭 或者去外面走一走 那表达你们的孝心 各里的模范父亲们 大家都有着不同的辛劳和背景故事 而各个好爸爸们 常年来努力为家庭与子女付出奉献 却是都是同样的辛苦 在这专属好爸爸的 这个难得的日子里 也全家一同见证了 模范父亲们 在平凡中的最伟大 介绊强 市场报道 身边傭不过父亲们